家里穷 平时都舍不得用油 就脑袋大的土砂锅装着 平时做菜都舍不得放油 就算是放 也就是用筷子蘸一点 放水里跟着煮 都已经去了一半了 许念念原本打算用蒸的 但想着家里确实穷 也没有享受的条件 就干脆用煮的 这样剩下来的汤还能泡饭吃 许志强一进去 就看见许念念用铁勺 舀着小半勺油 平时都是许志强做菜 他每次都只敢放一点 看许念念一次放那么多 心疼得不行 你少放点油 心道 果然是大小姐日子过惯了 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 真当家里有钱呢 家里要真的有钱 也不会连玉米 这种粗粮都吃不起了 只能吃米糠了 许念念忙着做菜 并不知道许志强进来了 突然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还给吓了一跳 油已经放锅里去了 他说道 没事 他知道许志强 这是想要节约 但他过不了每天 闲菜帮子的日子 也没打算 让家里人一起过苦日子 在后世 那样竞争强大的市场 许念念都能凭借一身本事 成为千万富婆 更别说 在八十年代 这种只要做生意 都能赚钱的年代了 这个年代做生意 很少有不赚钱的 主要是市场需求太大 但供货不足给造成的 许念念心里自由打算 没看见许志强 因为他一句没事 而黑了脸 这要是让他 多下几次厨房 还不得连油都吃不起了 许念念才不管那么多呢 在生意人的观念里 与其节约 还不如努力多赚钱 猪油放到烧热的铁锅里 很快发出滋滋的声音 没一会儿就化了 发出了一股诱人的油香味 许志强平时 做菜很少放那么多油 基本上就占一丁点 自然不可能有这种香味了 突然闻到 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倒不是他嘴馋 纯粹是自然反应 许念念倒是没发现 油烧热之后 许念念放了几片姜下去 爆出姜的香味 再放了整整一大碗水 鱼肉早就被他 片成薄薄的一碗 中间鱼骨鱼刺部分 他也没有扔 等锅里的水开了之后 直接放在锅里煮 家里做菜的调料只有盐 姜还是许念念在厨房里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姜的作用主要是去腥 因为鱼肉片得够薄 没一会儿就给煮熟了 许念念忙把葱花 从砧板上抓下来 撒在瓷盆底下 无奈铁锅太大了 许念念根本抬不动 还是许志强过来 帮忙到瓷盆里的 这是家里唯一的瓷盆 据说是杨翠花 和许大伟结婚的时候 家里给的嫁妆 猪油焖的香 加上鱼肉的鲜美 滚烫的汤冲到瓷盆里 把瓷盆里的葱香 一下子给冲出来了 光是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倒完了之后 许念念又抓了点葱花 撒在上面 又好看又美味 杨翠花和许大伟 在外面都闻到香味了 孩子爸 念念做的啥呢 怎么这么香啊 杨翠花边咽口水 边往厨房那里伸脖子 等会儿不就知道了 许大伟也被这香味 给馋得不行 砸巴着烟杆 平时最吸引他的玩意儿 顿时变得索然无味 里面的许志强 就更不用说了 从出生到现在 他就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 尤其他就在里面 味道冲击更大 让他一连咽了好几次口水 这要端出去吗 不用了 等会儿做完再一起端出去 你先找个盖子盖上 免得凉了 凉了就没那么好吃了 许志强赶紧拿锅盖盖上 做好了鱼 许念念打算 做个鸡蛋炒韭菜 许志强盖完盖子 才反应过来 许念念还要做菜 姐 够了 平时家里都是一个菜 咸菜帮子 这一锅鱼汤 已经够奢侈了 还要再做 就更奢侈了